中秋臨近 海關檢獲一批懷疑冒牌月餅和燈籠等 一共值大約兩萬八千元 一共拉了五個天 海關檢獲的懷疑冒牌燈籠 涉及多款動漫卡通人物 另外檢獲懷疑冒充品牌的餐具 和懷疑冒牌月餅 行動在上個月底去到今個星期一進行 海關發現有網上平台出售懷疑冒牌月餅 搜查南區一個住宅單位 檢獲26盒懷疑冒牌月餅 和28套懷疑冒牌餐具 其中一個主要賣皮具和時裝的品牌 並沒有生產有關月餅和餐具 懷疑冒牌貨以套裝的形式 賣600至800元 至於另一個品牌的月餅 懷疑冒牌貨的售價 大概是正貨的七折 包裝和印刷都較為參差 抄襲了正貨包裝盒的外觀設計 以及註冊商標 在包裝盒的正面 正貨印有Magical的字樣 而懷疑冒牌月餅有串法上的錯誤 Magical當中的C是串錯做E 包裝盒印刷參差 凹凸紋亦比較模糊 當揭開標籤後見到二維碼 但不能透過官方指定的手機應用程式 去通過驗證 海關亦在元朗和屯門三間零售店鋪 檢獲540個懷疑冒牌登籠 售價是8至40元 是正貨的兩至三成 行動中拘捕兩男三女 年齡是21至70歲 海關表示會加強市面巡查 打擊涉及中秋食品和用品的侵權活動 亦提醒消費者要選擇信譽良好的店舖 無線電視記者 吳子喬報道